题目呢跟我们说 已经知道cos2c等于五分之三 然后要求3c大四次方 减掉cosc大四次方 好那cos2c大的话 你可以想到什么 二倍角公式嘛 所以cos2c大 我可以先想到的就是 cosc大平方 减掉sinc大平方 然后还有什么 两倍的cosc大平方 减一 跟一减两倍的 sinc大平方 好那待会来看看会用到哪一个 好那我们原本的式子呢 sinc大四次方 减掉cosc大四次方 四次方我们说过 就把它当成是二次方的二次方来处理 所以我就把它先写成一个 sinc大平方 的平方 减掉cosc大平方 的平方 好所以它是不是就是一个 a平方减 b平方 那我就可以写成 a加b乘上 a减 b 好 把它写进来 a加b乘上 a减 b 好这时候你会发现很开心的 第一个括号叫做什么 叫做1啊 好那后面的这个括号呢 sinc大平方 减cosc大平方 跟它长得有点像 差在哪 差一个负号 所以呢 它叫做负的cos2c大 好那cos2c大是五分之三嘛 所以负的cos2c大就是负的五分之三